好,那如果刚刚的球你按F12去成像看一下 那你就会发现,OK,它会这样子 但是不够平滑,对不对 那如果给它,你给它设平滑化 按T,然后设平滑化 它呢,看起来会比较平滑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地形 那建地形是在做动画的时候做场景非常经常需要用到的 那建地形的时候通常我们最简单的方法是我一样按Shift A 然后呢,加入一个Mesh用Plan Plan就是平面 那这个平面呢,加完之后一个小平面 我们把它拉大,按S,放得很大 这样子作为我们的地形 好,那放大完毕之后呢 你最好开始稍微把它切到顶面模式 或者你可以按数字键的7 或者是直接选这边View on Top 然后切到顶面模式你会看到一张很大的平面 OK 那接着你按T,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呢,请注意这个关键键 按W 按W之后呢,它有一个Subdivide 那你就选Subdivide 那选Subdivide之后这里有一个Subdivide Number of Cuts 它是问你要切几刀 你可以直接点这个字 然后输入数字 比如说32刀或64刀 那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向键去增加 那我把它设成32就变这样 那当设成32之后 我希望说我不是只看顶面 因为只看顶面我没办法拉 所以我切一个相机模式 按在中间线按右键 切颗视窗的方式 切一个相机模式出来 切出来之后呢 我按A先把它全部取消 那我用ProportionalOf就是预设的方式呢 拉你会发现一点拉出来 就尖了跟锥子一样 OK 那接下来呢 你把ProportionalEditing这边选择 选择Enable OK 选择Enable之后呢 你用ProportionalOn的方式拉出来 你会发现它其他的点也会被带动 虽然它看起来还是尖尖 但是其他点也被带动 那你可以任选一下这些模式 那试试看每一个模式有什么不同 那你会看到 这个Smooth模式像这样 这个是Off的模式是一个尖的 Smooth模式像这样 Sphere模式像这样 Root模式像这样 Sharp模式像这样 那Linear模式像这样 Const模式会有一个平台 Random模式呢会乱乱 OK 那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是 这里我选任何一个点的时候 它是不是会出现这个圈圈 你用滚轮前后滚的话 那个圈圈会放大缩小 代表说你现在Proportional拉出来的那个 范围 你如果把它设得很大 圈圈弄得很大 那它拉出来的范围 它把一大块通通拉出来 如果设得很小 那它拉出来就会很尖 不管它设什么模式 所以回到物件模式 你会看到像这个样子 那你可以用 Subdivision Surface 然后让它再更平滑一点 如果你觉得这样不够的话 那level设成1的话呢 可能会像这样 那level设成2 就会更平滑 那你需要几层呢 就由你决定 但是请注意 你设得越多层 电脑的速度就会越慢 所以这里通常我们不会设太多层 那你这两个Render和View的两个层数可以分开 为什么Render是跑图的时候 最后跑图和F12的时候所使用的层数 那这边View所使用的层数 是你编辑的时候用的层数 所以编辑的层数最好不要太多 否则的话你到时候 你会发现你滑鼠动了 它萤幕没有动 因为点太多 速度太慢 但是Render的部分 你可以拉高一点 那你最后成像出来的品质会比较好 OK 好 那你也可以按CtrlL T0 就是说 我现在有时候要调相机很困难 那你 你看到某个场景 你觉得 这个场景就是我要的 那你就按CtrlL T0 它的相机马上就会变成这个角度在找 OK 好 那你按F12去照相 呈现出来的样子 如果你按过CtrlL T0的话 那照出来的样子就是刚刚的那个方框框出来的样子 好 那这是我们的平面的编辑 所以我现在呢 我先示范一下 我先把这一个东西给删掉 我按S 比例的调 比例的调 接下来呢 我这边 我按T 好 那 那我先去加一个平面 Shift A 加一个Plan 你看到这个Plan 把它放大一点 还是不够大 对不对 我可以弄小一点再放大 OK 可以超过那个世界的范围都没有关系 反正我就把它放大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超过世界好 好 这样子 那 在这时候我会希望说我们先切一下两个区块 一个区块呢 可以让我用相机视角来看 那另外这个区块呢 我就用普通的视角来看 就是我想要的视角来看 那在这里我先选顶视角 因为切切面的时候 我能够确定它是不是切好 好 接下来呢 我选这一个 进入编辑模式 按W 它有一个Subdivide会跑出来 对不对 Subdivide选下去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切成两半 但是请你按T 按T 按T的时候呢 它的工具列会跑出来 这里会有一个可以选的 如果你选2它会切两刀 选3会切三刀 选4会切四刀 选5会切五刀 但是这样太慢了 我直接这边写32 它会切32刀 OK 那原则上你可以切得更细 64它就切64刀 那我就切64刀 这样子 我们习惯哦 因为做电脑的人习惯用2的次方 所以64是2的6次方 好 接下来呢 你按A这些会全取消 对不对 我选其中一个点 我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呢 我按G 为什么它会乱速拉出来 因为我刚刚我已经设了Proportional的模式 所以从这边我们拉过来一点 我们会看到这个Proportional已经是安 我把它Disable掉 这时候我按G 拉出来就是尖尖的一块 那如果我今天呢 是已经设了Proportional OK Enable 那这时候呢 它是Random 我现在是Random 不要 我先用Smooth的方式 好 我拉 你可以看到它拉出来 对不对 那请注意 这时候你可以用滚轮哦 就是我在做拉的动作的时候 我同时用滚轮滚 你会发现我可以把这个圈圈放得很大 放得很大 我拉出来的那个效能就会很大 范围会很大 这个圈圈基本上就是你的Proportional的效能范围 那我可以一边做拉的动作 再一边往上拉 那这样子它的效果 或许有时候你会想不均匀的拉出来 可以这样做 但是这个技巧一点困难 所以往往不会这样哦 除非你真的很厉害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可以 试着用 譬如说 像这个Sphere的方式来拉 那你会发现它拉出来 哇 一大块 有没有 这一整块拉出来 我把T取消掉 你看好像个 我不知道 巨蛋 那 接下来呢 你再用Sharp的方式来拉 用Sharp的方式来拉 你会发现它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因为我的圈圈很大 我如果这样呢 缩小 哇 它就会很尖 对不对 最后变成跟没有Proportional差不多 它慢慢拉 把圈圈放大 就会有这种效果 OK 好 那看你要怎么样子去编辑你的地形 那不只可以往上拉 举个例子 我选这一点 我按G 我把它往下拉也可以 这样子它就凹一个洞 好 那 所以你的地形完全可以由这种方式做出来 好 那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乱速的拉 乱速的拉有时候也会蛮有趣的 我乱速的拉 OK 整个地形 我弄得很大 很大的时候 哇 整个地形就变得很乱 啊 这好像地震过的样子 OK 那所以你想要怎么拉 用这个 编辑你的地形 大致上是足够的 好 那各位可以去试试看 那当然你如果觉得你的土地呢 不可能是灰色的 那就照上礼拜的做法 在这个material的上面 好 我先编辑这个 我new 然后呢 我想要我的土地是 比如说是草绿色 那就草绿色 OK 那你按F12的时候 会看到像这样子 OK 那你会觉得 这样子实在是太奇怪了 尖尖的 那你可以用Smooth 让它平滑一点 再去看 可能你会觉得好一点点 当然我现在是乱拉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它都很糟 那你可以试试看 去拉一个地形出来 好 好 那你会觉得好 那你会觉得好 那个 知道你颅 Lun